互相尊重吧 给对方自由 的时间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个人时间的 我们也 我给他 他也给我 这也是一个缘分吧 因为我一般我在电视台工作 比较 新拍的 拍一些电视剧 那么去演乐剧是 古老的 传统的戏曲 所以我还是听他的 他是他是长辈吗 师傅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还是我 说了算吧 男人都不喜欢这些琐碎的事 那么 大家的事业上的演出我们会商量 他需要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 也会跟我 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去做 因为我们都年纪一般了 时间不是太多了要 要掌握时间 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东西 把一些好的东西留下来 这种东西 我说了 我说了 感谢观看